决战2024总统争霸战 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到的是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在今天南下屏东帮小级站台 同时大抢客家票 而针对南韩媒体报导 证实向南韩泄露潜见相关资讯的 是台湾的亲中立委 赖清德炮轰令人不耻 呼吁支持者用选票教训马文君 另外对手侯友宜说 组成联合政府势在必行 赖清德也酸 不管蓝或白 都跟牛鬼蛇神在一起 这样的政党组一起 只不过是黑金正纯而已 为立委选情做最后冲刺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帮屏东第二选区候选人徐富贵站台 徐富贵对上的是 无党籍立委苏正清儿子苏孟纯 平南范略分裂 竞争格外激烈 1月13号一定要出来投票 而且要集中选票 支持政治标记 民进党提名的 唯一候选人徐富贵人 现场挤满热情的支持者 气势高亡 六堆客家会员会的成立大会上 大抢客家票员 也不忘拉台寻求连任的中嘉宾 不管是国民党单独过半 或是蓝白 共同过半 跟我们方向不一样 在立法院一定稍微打电 立兵国会过半 被问到南韩媒体报导 证实向南韩泄露潜见相关资讯的 正是台湾的亲中立委 赖金德逮到机会猛轰 这实在令人不齿 每一位国会议员对国家都应该要有忠诚度 一定要用手中神圣的选票 教训马文军 而对手侯友宜说 联合政府是在必行一定兑现 蓝白河时的承诺 赖金德话说得很酸 不管是侯友宜或者是柯文哲 在全国各地都跟牛鬼蛇神站在一起 也跟许许多多的李全教们 永步站在一起 来进行这场选举 像这样黑津体制的政党 未来如果仇主联合政府 只不过是黑津政权而已 侯克两人一起批 不让黑津集团蓄力回来 赖金德全力催票 务必确保最后的胜利 记者屏东众合报道